大家好 我是文文 这些年在视频当中我一直强调一个观点 就是中国的这些官员 确切的讲就是中共的这些官员 就是拿不上台面你知道吗 就是很多事情 你让他一张嘴巴就给人一种土腥味 你知道吗 穿的可能都是西装革履的 好像显得自己好像还很帅的那种感觉 然后一讲话就觉得 这水平怎么都是这个样子呢 这两天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看到 就是青钢答记者问 他回答了很多问题 然后国内的很多人就在吹 说青钢我们新任的外交部长 多么有魅力 大家这是这个意思 不一定原话 就是多么有魅力 谈吐多么的潇洒 对不对 然后学识多么的丰富 反正是把他夸赞的 好像很了不得 我一看真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自己可能也觉得自己 我长得很帅 我很潇洒 我穿的也很漂亮 然后我学富五车 对吧 我谈吐非常的幽默 对不对 说话非常的犀利 我才是真正的 对吧 有魅力的外交官 他可能自己也是这么想的 我猜是这样 但是我看完 看了大致的一些片段 我的感觉还是那样 真是拿不出台面 真的 你说中国人 但凡你有点水平 你看他说的话 中国人都得觉得脸红 怎么 咱们中国外交官 怎么都这样的事了 对不对 都得是这种感觉 但他自己可能感觉不错 而且我觉得 他的这种表现 他可能是要给外界表现 甚至是要做给习近平看 但是我自己这么猜 习近平看了可能都不舒服 看他那个表现 他那个表现 我觉得怎么说 可能很多人感觉 说的好听一点 就是有点飘 说的不好听一点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爱人 说的不好一点 就是嘚死 就是嘚死 我觉得习近平可能都会有这种感觉 咱们一起看看 他说的一些内容 然后我简单给大家点评一下 什么叫拿不上台面 他就谈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拿出了中国的所谓的宪法 然后就念了两段 念了一段 他说什么 说念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神圣领土的一部分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 是如何 我就不多说了 反正他把中国宪法 那个小红色的本拿出来了 你说这个事情本身 就是一个很可笑的事 就是很夸张 你知道 就是你跟人交往外交 你一定要保持一个度 你知道 首先就拿出这个小本 大家很多人就会想起什么 想起习近平 对吧 曾经拿那小本 我的小本上面有没有 是不是 秦刚作为一个外交官 你能不知道当时这个情况吗 对不对 你这么做 万一习近平看到习近平 想起他当年那个事 你说你不得吃不了兜着走 习近平会多不高兴 对不对 你这不是在全世界人面前 接习近平的短吗 但我这话可能稍微有点夸张 那基本是那么个意思 对不对 然后就是你拿出中国 中国的所谓的这个宪法 这笑得大眼 中国的这宪法 在很多人看来 它不就是一堆废纸吗 就是一些垃圾 你的宪法 哪有什么尊严可言呢 对吧 中国的宪法还规定 中国人民有这个集会结社 对吧 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 这都是真的吗 中国人什么时候 可以自由的说话呀 是不是 所以说你的宪法 它就是一堆废纸 你拿这个东西 拿出来在这讲 算怎么回事 你这只能是 遭到别人嘲笑 对不对 你的宪法写了 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台湾就是中国的一部分了 这不太搞笑了吗 对不对 哪天你高兴了 你再写一段 说韩半岛是中国的 这个一部分 那韩国就是中国的了吗 对不对 你再来一段 说这个台义电 台义电 是中国这个 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个芯片企业 对不对 每一颗台义电的芯片 都是我们的 你写呗 对不对 所以说 这些非常非常搞笑 对吧 它整个源头就错了 你拿一堆废纸出来说事 拿一堆垃圾出来说事 就是一个非常搞笑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他又说什么呢 说中国人民有权问 为什么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 大胆 大谈尊重 主权和领土完整 却在中国的台湾问题上 不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这还用问吗 你如果说一般老百姓 问出这样的问题 你就罢了 你如果你是个外交部长 你问这样的问题 你不觉得很搞笑吗 台湾 对吧 中华民国 那人家是 实实在在的一个主权国家 人家有自己的国旗国格 有很多外交邦交国 也有一些邦交国 然后也有就是说 自己的护照 什么都有 这是得到整个全球认可的 只不过现在就是 因为各种各样的情况 邦交国稍微少一点 一直人家就是一个主权国家 对吧 美国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和尊重台湾的主权领土完整 这是一回事 这个基本的道理 难道你作为外交部长 你能不懂吗 你这么说 不让人耻笑吗 还有什么 美国为什么一边要求 中国不向俄罗斯提供武器 一边却长期违反 817公告向台湾出售武器 这个事情也是 就这个小孩子能看明白 对不对 你俄罗斯欺负乌克兰 就像一个大人欺负小孩一样 那旁边的人当然要帮着这个小孩了 是不是 你中国欺负台湾也是 当然要帮着台湾了 对不对 你说你去中国 你帮普京 你不就等于说是帮那个大人吗 对不对 还给人家这个递棍子 递棒子 那肯定是不行的 对不对 就是我来解释这些道理 我都觉得没面 这是一个常识 大家都懂 他还可能是大言不参 他还可能是讲 我就不知道 哎呀 然后咱们再看一下 他说什么 说战狼这个事 说记得我刚到美国任大使时 然后美国的媒体惊呼 中国战狼来了 现在我回来当外长 又不给我这个称号了 我还真若有所失 谁说不给你这个称号了 对吧 你怎么知道你没有这个战狼的称号 不仅没有 你这从小号战狼变成大号战狼 现在 你看看你在这次外交会 这个记者会上 你说的那些话 对不对 那就是大号战狼 你不用若有所失 你就是那个帽子 还是被你戴着 对不对 而且我一直有一个想法 我觉得就是用战狼 用狼来形容这些中国的外交官 其实不太恰当 为啥 人狼也有人的这种人的个性 人的勇猛 你知道这个狼是不是 对吧 你说这些外交官 他就是 他们为啥展现出这样的状态 不就是背后有这个中共 有习近平给他们撑腰吗 对不对 一旦哪天中共垮了 这些人可能变得比小绵羊都文顺 你知道吗 然后还说什么 中国外交有足够的厚道与善意当担当 豺狼当道 恶狼来袭 中国的外交官必须与狼共武 保卫 保家卫国 哎呀 谁去袭击你啊 对不对 谁去这个 人家国外先要做的吧 很简单 我一直强调这块 人家就是不跟你玩了 对不对 技术不给你 对吧 芯片不给你 设备不给你 原材料不给你 订单不给你 然后外资人家也走 对吧 以后美元也可能不给你用 对吧 你不是要内学华吗 对不对 你就自己玩呗 我们不带你玩了 我惹不起 我还夺不起吗 就这么一个关系 谁怎么订你了 对不对 还什么保家卫国 反正还是一话 这些外交官们 这些年给我提供了不少的素材 我做了不少的视频 这一点让我还真得谢谢他们 赚了不少美元 然后他又说什么 在奥运会上两个运动员 有一帮不是想着如何跑出自己的最好成绩 总是想要绊倒对方 然后让对方参加什么财奥会 你这个话恰恰说的就是中共本身 就说的是中国 中共这些人 对吧 你们就是不想着好好做自己的技术 总想着所谓的什么弯道超车 所以弯道超车不就是把别人的技术偷过来吗 把别人的人才挖过来 不就这个意思吗 办了多少了 那些年 咱们不要说美国 咱们不说就韩国这边 这样的新闻总是有 是不是你说的不就是你自己吗 你好意思说别人呢 是不是 所以说就是你看他整个那些视频 你再去看一看 大家看一看 我也不想这个就过多的说 简直就问题太多太多了 但他自己觉得自己很潇洒 我是太帅气了 我这学富武车 我这这个对答如流 谈吐特别的优秀 他还是那种感觉 你知道 所以说我就在想 这习近平这周围都是些什么人的 什么华春莹啊 赵立坚啊 什么这个 这个就是说 汪文斌啊 秦刚啊 王毅就这些人围着他 还有一个叫卢撒野的 对不对 就这些人 那能好 能好到哪去啊 是不是 他们就是一种 替习近平解气的外交 就是把习近平 没有办法说的话 替习近平说出来 习近平心里就舒坦了 殊不知 后面还有很多 这个负面效果 大家等着看吧 反正呢 整体吧 今天看了这个 就是秦刚说的这些内容吧 就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感慨 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 这就说这么多啊 咱们这个下次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